SBO季后赛首轮在3月7号点燃战火 台银无据以前握有一胜优势的玉龙卯足全力应战 James Tyler不但攻下20分还狂扎26个篮板 再加上张博威连同两季外线全场贡献15分 三节打完59比52 领先优势也一直持续到决胜节倒数3分钟 没想到玉龙靠双枪吕正如周世元 以及洋将赫夫强拉尾盘 合力以12比0的猛攻反超 其中赫夫更攻下全场最高28分外带12篮板 而且台银倒数18连7秒最后一击的机会 基督台出现暗表瑕疵 误将时间退到14秒 裁判第一时间也没有察觉 台银匆忙出手未果 终场74比75一分迎恨 率先听牌的玉龙周日成胜追击 吕正如周世元赫夫再度连线 半场打完37比28领先 尽管他以许志强挺身而出 第三节狂砍13分 将差距缩小到只剩3分 吕正如在决胜节苏醒 三分球四投三中 并攻下全场最高24分 再加上赫夫整场也抑住20分 最后玉龙78比73 迎球横扫台银挺进自强 镜头一转 看到台皮金九系列赛首战 台皮赛一哥刘真和洋将Patrick O'Brien 全场各攻下18分带动之下 手握38比28双位数优势 进入下半场之后 又有李其民内切外头全场贡献14分 台皮糟糟取得超过20分领先 中场87比60痛载金九 没有退路的金九在8号上演 决地大反攻 Brian Davids刺虐游七区 前两阶框砍22分 带领金九上半场36比32战时领先 两队攻防激烈 第三阶中段 陈金桓想要阻止台皮洋将Patrick O'Brien 上篮的时候动手推人 一度引发肢体冲突 场面相当火爆 而O'Brien把不爽情绪 用分数逃了回来 决胜节倒数两分半钟 贡献三分打帮助台皮超前 并攻下全队最高17分外带14篮板 紧接着蒋玉安又标近三分蛋 还有一季关键抄截 粉碎对手的逆转希望 最后台皮77比68 击退金九 直落三晋级次轮 未来体育新闻张建宏李一涵 综合报道